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增死亡病例90例 重症病房使用率为76% 1月8号 法国各地再次爆发对政府计划新冠疫情限制措施的抗疫活动 在此之前几天 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 将会激怒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们 据法新社1月9号报道 8号 法国各地超过10万人参加了抗疫活动 法国政府估计 参与抗疫的人数是12月18号上一次抗疫时的4倍 抗疫者反对法国政府计划实施的一项法案 该法案要求个人证明自己已完全接种新冠疫苗 然后才能外出就餐 乘坐乘际火车旅行或参加文化活动 抗疫者认为 政府的这项计划进一步限制了未接种疫苗者的权利 1月6号 法国国会下院表决通过了该项法案 新法案一旦生效 疫苗接种证明将作为进入室内公共场所的依据 该计划法案将在1月15号前实施 但法新社报道称 议会上院可能会推迟这一计划 法国官员表示 8号共有大约10.5万人在法国各地参加了抗疫活动 其中1.8万人在首都巴黎参加了抗疫 警方报告称 在巴黎有10人被捕 3名警察受轻伤 在其他地区共有24人被捕 7名警察受轻伤 在南部城市蒙比利埃 警方在与抗疫者的冲突当中使用了催泪瓦斯 据法新社报道 巴黎的抗疫者中许多人没有戴口罩 他们挥舞着标有真相和拒绝疫苗通行证字样的标语牌 还有一些人则把矛头对准马克龙 他在1月4号称 将激怒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直到他们接种为止 这样的语言和不妥协的姿态在法国媒体和反对者当中引起轩然大波 1月5号 法国在24小时内新增新冠病例332252例 再次打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日增感染者的最高记录 8号 法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仍然超过30万例 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 当地时间1月10号 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做出裁决 网球南单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应被释放 不过法律人士指出 法院目前要求撤销德约科维奇的签证取消令 但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可能宣布将其驱逐出境 据英国广播公司1月10号报道 法官凯利裁定将立刻撤销德约科维奇的签证取消令 这意味着德约科维奇的签证有效可以进入澳大利亚 德约科维奇将在法院做出裁决的30分钟内被释放 报道指出 德约科维奇的律师辩称 澳大利亚边境官员并未明确表明是否会撤销德约科维奇的签证 澳大利亚政府方面的律师坚称 尽管德约科维奇最近一次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 是2021年12月16号 但他未提供任何不能接种新冠疫苗的医学理由 澳大利亚政府在此前的一份文件中指出 德约科维奇误以为自己能够凭借所谓医学豁免进入澳大利亚 但澳大利亚方面没有给出这种保证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月10号报道 法院同时表示 澳大利亚内政部应尽快向德约科维奇归还其护照等所有财物 不过法新社10号援引一位澳大利亚政府律师的说法警告称 目前法院撤销了取消德约科维奇签证的决定 但澳大利亚政府仍可能下令将其驱逐出境 如果德约科维奇最终被遣返 他可能将在未来三年内无法再进入澳大利亚 当地时间1月10号缅甸法院判处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四年监禁 据路透社报道 10号判决的罪名包括非法拥有进口对讲机 这项判决于去年12月27号做出 昂山素季自去年2月被扣押之后面临十多项指控 包括煽动罪贪污腐败 选举舞弊 泄露国家机密 违反防疫规定 非法进口并持有对讲机等等 去年12月6号缅甸内比都泽布迪瑞法院依据缅甸刑法第505条 闭款和自然灾害管理法裁定昂山素季与总统温敏 煽动罪和违反防疫规定罪名成立 判处两人各4年监禁 同日经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来核准 温敏和昂山素季的情期均由4年减为2年 据缅甸国家电视台去年12月6号报道 温敏和昂山素季不会被移送监狱而是在目前的住所内继续监禁 截至目前昂山素季所涉案件成立罪名 已有煽动罪 违反防疫规定罪和非法进口对讲机罪 共三项 其余案件实例仍在继续中 半岛电视台1月10号报道指出 若昂山素季所涉案件全部罪名成立 其刑期最高可能多于100年 昂山素季今年76岁 据路透社1月8号报道 柬埔寨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称 在该国首相洪森访问缅甸期间 他不会寻求与昂山素季会面 柬埔寨是2022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此前许多国家有关缅甸危机的外交努力 都强调要在缅甸军方和昂山素季所领导的 全国民主同盟之间保持平衡 缅甸外交部8号解释称 缅甸此行是希望以不同的方式来应对缅甸危机 路透社报道称 柬埔寨或以东盟主席国身份 邀请缅甸军方高层 参与今年东盟的各项峰会 这与去年东盟拒绝米尔来 以官方领导人身份参加峰会的姿态 形成了鲜明对比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2年1月8号 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卡皮托利乌市 福尔纳湖旅游区拍摄的悬崖坍塌事故现场 当地时间2022年1月8号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地摩 达萨团队工作中 美国宇航局展开了詹姆斯 维博太空望远镜巨型主镜的第二个机翼 当地时间2022年1月9号 韩国江源道春川市 民众在冬日结冰的湖面上搭帐篷 进行钓鱼等休闲娱乐活动 以上就是本期还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